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策出台非常及时 有比于现在各个企业 减轻经营的负担 提振的企业的信心 迅速地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经营 所以我觉得整个反应速度 包括反应的力度 其实都是让我们这样的市场补贴 对深圳和对前海未来的发展 有更强的信心 其实本来我们在前海 就是有一些补贴 就去针对港企的一些补贴 这些补贴或者这些优惠 本身就对我们企业 都已经是比较好的支持 包括了搬迁 就是搬迁进前海的一些补贴 就是运营的补贴 还有包括房租的一些见面 另外还有关于人才的 就这些都比较有针对性 对我们现在的经营都比较有帮助 这一系列的政策对于现在疫情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就拿房租的这个优惠来讲 就是这个政策刚出 我们的行政人员今天上午就提交 在网上线上已经提交了相关的申请资料 下午就会去相关的政府部门 去进行一个线下的一个办理 然后也很感谢政府能那么快 就那么及时的去提出一些这些疏困的条件 就给我们就可以让所有的企业 共度这一个难关 我们作为港企 在深圳设立的这一个分公司 其实目标就是整一个大湾区整体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这一个短暂的疫情的这一个影响 不会对于整个营商环境 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或者影响 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有四到六名同事 已经成为前海互认自治的一个建筑师 然后他们现在在未来的投标当中 他们其实已经可以直接作为项目的负责人 或者是项目的认可人士参与到这些设计 就可以更加直接的去融入到前海的这些设计 深圳和香港这边呢 是其实两地疫情现在不一样 然后深圳呢相对来说 稍微没有香港那么严峻 就在这一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们所有项目都是深圳和香港两地相互配合的 可以相互补充到这一种工作上的需求 然后保证我们这些项目可以得到一个顺利的一个进行和落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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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